加赛的五个小技巧 最后一招也太神奇了吧 技巧一 遇到像这种中带球 角度向右 可是下一颗球又在左侧 正常击打 白球无论如何也过不了中线 此时只需要击打高杆左赛 白球吃酷后 就会直接改变反弹角度 向左走 轻松叫到黑球的位置 拿下这局 技巧二 遇到直角贴裤球 直接击打 传递给红球的力量容易不够 此时可以瞄准红球靠后一颗球的位置 带口在左侧 保持手架不动 将杆头调整到左赛的点位 母球就会带着旋转先打到库边 再将球扫进 技巧三 遇到目标球角度较大 要走位黑球 正常打进 白球容易跑得太远 导致黑球不好打 此时加一个左赛旋转 白球吃酷后 就会产生减速的效果 顺利交到黑球的位置 技巧四 当目标球被阻挡时 正常击打会碰到障碍球 此时要略微抬高一点手架 击打左赛低杆点位 瞄准在进球点右侧一点 母球就会拐弯绕过黑球 将球打进 技巧五 遇到像这样的球形 球特别直 想要走位黑球 可是后方又有一颗球阻挡 打低杆会直接撞到 此时就要用到扎杆赛球 立高杆位 击打中低杆左赛的点位 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 我的天哪 这么神奇吗 下课